胡锡进他的言论似乎在玩一种危险的平衡游戏 一个当然要帮共产党辩护 帮这个政策辩护 但同时又想说一点符合普世价值的观点的言论出来 那就导致像这是这个危险的言论高速 玩不好走不好平衡的是要翻车的 那胡锡进为什么这么做 然后这么多年来我观察胡锡进的言论 我发现这个人特别有意思 你在看他的简历 他是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毕业 这个学校一向是培养军方的 比如是间谍或者特务这样的一个学校 他从这里出来以后 我认为至今到现在为止 习近平不是习近平 胡锡进可能他的很多言论 可能他的很多观点 可能都有背后的势力在影响 我古人说看家狗 有句话叫望门而废 废其事业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对着门就是狂吠 因为他知道后边有人支持他 我认为 胡锡进发表这番言论 明显是跟尼越峰的言论上不同调的 这个有没有可能说明 在抗风救灾这个问题上 党内出现的第二种声音呢 我觉得这还有待观察 但还有可能是 我认为无论是胡锡进也好 还是尼越峰也好 这两个人可能都够不上 直接聆听习近平的教诲 所以两个人可能都在揣摩上意 圣心究竟如何 而习近平是懂得 怎么样玩这套帝王心术 我不明确表态 我让下面的人猜 而在正式定案之前 我不能拿出明显的结论来 我让你们猜 所以我认为这可能习近平 急于不是胡锡进 急于挣公分的一种表现 他也在揣摩上意 那万一猜对了呢 可能就会有风啥 我也猜错了 那就可能会有惩罚 不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